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暂时性的高通胀 就业压力 还有包括这个Omicron变种病毒所带来的多重打击 最近这些美联储高官们是纷纷放出了一些鹰派言论 最新的这个美联储点阵图上面 我们也是看到预测到了2024年底将会有7次加息 到了25年底的时候将有3次加息 然而这个点阵图是点阵图 好像市场并不太买账 有部分的交易员似乎是开始考虑 美联储会在25年这个降息的可能性了 您怎么来看这一些预测 对于当前美国经济趋势 您是会乐观还是悲观呢 对的 我想最近的形势是比较复杂 因为一样方面是那个就是通胀比较高 然后联储局也开始就是 叫面对这个就是通胀 可能不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现实 但另外这个新的疫情的一些的变种 也出现了令到就整个经济形势有点复杂 那么我们看其实就是市场 对这个利率的一个反应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当然这些短债 包括一些的一年期债券 就是美国的国国债 其实利率也会上升到 大概是0.25%的 当然其实我看到真的比较多的 反而是一些比如说是两年期三年期跟五年期的这个 这个债券 其实今年到12月初跟几个月之前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但是反而比较一些比较在长远一些的一些债券 比如说去到30年的美国常债 其实现在的利率反而是比今年严重的时候是比较低 所以其实市场上其实一方面是反映起短线这个加息压力 会开始可能就是比本来预期会快 但是另一方面也会显示就是市场对未来 因为这样一个经济情况 然后持续又不能复苏 大家对这个经济的中长远担忧又开始增加了 所以其实看到这个我们叫这个秩序的收益率的曲线 北债的开始慢慢的有点变成平坦 但是目前来说我们也看不到是一个 我们说一个倒转的一个收益率曲线 所以我觉得就是美国经济 我们短期之内或者未来一年 我们相对还是比较乐观的 当然就是这个要看未来就是美储局 他们对这个利率的掌控程度会怎么样 另外就是这个市场上这个通胀压力 会不会有一个有效的一个输往 那我们再看到美股方面 纳指指数今年以来上涨了两成 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在纳指一路向上的同时 其指数成分股的平均回撤已经达到17% 也就是说在大盘指数的掩护之下 个股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显著的回调 这就不禁让人去联想到了2000年的时候 这个科网泡沫高峰时期 所以您怎么来看当下这个指数分歧的表现 我觉得这可能跟2000年是有点不同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一些指数 当然这个指数因为是很多的ETF 他们都会把一些指数权重股 或者是现在我们讲一些叫暴团的效应 就是很多基金无论它们怎么概念 是一个宽机还是一个主题产品 其实来来去去都是那些股票 当然会有不同的主题会出现 那就变成其实在过去 其实也不光是今年 而且在过去几年就很明显 包括美股其实都是几个大的公司 在带动这个指数的升幅 其实很多公司的确未能够创新高 甚至下跌 那么今年刚刚讲过 就是NESDA 大师导克其实也是更加明显 我看其实在最近一个礼拜 其实NESDA100的这个指数 其实创新高的比重只有7% 但是创五天新低的比重有41% 或者五天太短了 我们看比较远一点的 比如说三个月的一个平均的水平 在过去的就是最近的数字吧 就是在三个月创三个月新高的股票只有2% 但是创三个月新低的股票就是有17% 这个是NESDA100的指数的一个统计 所以这个我想你刚刚讲是一个事实 就是现在很多公司虽然令到指数能够继续上升 但是实际上很多公司其实已经下跌了不少 这个其实我看到一些今年很多什么 ARK这些公司的ETM 他们其实今年也是下跌的 因为他们都是把一些比较中小型的公司 所以大盘股是支撑大势 这个我想的确是一个现实 但这个跟2000年有点不一样 因为现在大盘股他们始终他们占的比例比较重要 然后他们的盈利也是比较实债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跟2000年是并不能够相比 反而觉得更加重要 因为是现在ETF的一个盛行令 到很多的抱团股是一直在给追捧 最后我们说一下这个原油市场了 在这个石油问题将去了几个星期之后 美国和沙特在海湾谈判之后 似乎达成了一个休战协议 OPEC我们看到它是同意来逐步增加供应 但是有一个附加的退出条款 可能是也是要以防市场恶化 所以想请问一下您的观点 您怎么来看美国和OPEC表面上的握手言和呢 那么油价在今年底和明年初会有怎样的变化 我觉得其实在这一次的一个谈判 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是一个有自己的打算 自己的考量 所以其实看到其实在OPEC 它虽然同意跟美国有一个 类似的一个协议 有一个共识 但实际上他们其实也是相对比较保守 因为现在始终是这个疫情 也又在开始蔓延了 其实对本来预期 今年第四季 当所有的大部分国家开始通关 开始就是一个开放的时候 其实对这个石油的预期需求会大很多 再加上这个冬季 但是现在看起来 其实大家对这样一个预期 是有点的舒缓 所以其实在OPEC 其实他们也正在考虑 现在目前正在进行的增长 是不是因为新种病毒的影响要改变 所以我觉得对整体上的形势 并没有大的改变 如果没有这一波的新的疫情的话 其实我们相信油价 还会在一个相对高的位置 比如说在80以上90以上 但是现在因为有这个疫情的干扰 我们觉得油价可能在这个季度 或者零年第一季 也会比较反复 相对来说再创新高的机会 就比较少了 好的 非常详细的分析 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吴方君先生 和我们的视频连线 谢谢您 我们也先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